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座废弃的人工岛屿上被流放的荒岛魔法师建立了一个人妖怪精灵和平共存的王国 然而魔法师心心念念的复仇计划在精灵的法力协助下即将掀起一场暴风雨 台湾戏曲艺术节起见制作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与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 携手推出五体岛聂种与魔法师 透过歌仔戏与舞台剧的结合呈现前所未见的戏曲新美学 是非常的爆炸 因为本来这一出戏叫暴风雨 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因为暴风雨 但是这回来面 因为这个戏之前就说有人做过 也是三妹剧本 但是我们听他们说三妹剧本 跟我们这一次的手法完全是不一样 包括激情都不一样 所以跟舞台剧的演员在演出的时候 在我的感觉里面 舞台剧演员他们真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戏 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剧团的演员跟他们在标戏 我觉得我们这次跟现代剧的演员的碰撞 让我们发觉到现代剧本身的那个 power跟现场即兴的能量 跟我们外台剧的一些演法 有很多雷同之处 但微不同的很多是在肢体员跟唱枪 可是他们丢给我们一些新鲜的东西 让歌仔戏有一个新的那个路线可走 我们常常觉得说 传统国外语好像对海绵 他可以吸收音乐剧 现代剧 摇滚乐等等 都可以融入在传统气曲里面 他唯一不会局限说 一定非得张力或者是非得吸取 吸取可以摇滚唱 摇滚可以传统唱 所以对卡布丝罗来说 我们各做调整 像我们这次跟他们分享一些经验之后 也不是说叫他们一定要学我们的身段 但是他们希望透过我们一些身段 去提起他们的一些身形 那我们藉由他们的讲话速度 去调整我们一些口音 所以我觉得是双方学习 阿知 阿知 又对我冷除你 一剑布只是给你捅当也是 索掉的 哪咧呢 放开啦 你对英吻来说 剑布就是 NOTHEN NOTHEN NOTHEN是啥 擅長處理殺劇的導演王嘉明 以莎士比亞的神怪劇暴風雨為故事原型 參考野台戲的台術 融合現代語惠 以及經典殺劇的情節套路 展現歌仔戲自由包容的生猛能量 雖然我們是從殺劇的暴風雨改編 但是我們其實已經變了非常非常多了 而且其實還蠻多蠻好笑的梗 就是它整個變成一個還蠻喜劇 然後後面會轉成一個比較深層的一個悲劇的部分 那這個當然對我們來講 也是比較符合歌仔戲的表演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在主題上面呢 我們其實也從暴風雨 它本來在講所謂寬恕 但是我們後來整個在議題上也變成了是一個 就是我們雖然也是身為自然的人類 但是對我們的同儕的自然的其他的物種 或是其他的那些植物動物們的一種 掠奪貪婪的一種本性的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跟原來暴風雨其實差得非常多 然後大家也不要想像成是一個很 好像是一種文學殿堂的殺劇的嚴肅的演出 其實而且大家想想看 我們現代演員裡面有蕭東益 然後我們天團裡面有阿欣 那根本也不會正進到哪裡去 我們也在思考就是說因為歌仔戲現在有分在外台演出的名戲 包括在進到所謂的場館內的演出 那這個東西進到場館內 因為很多時候會被場館的這種嚴肅性或是高壓感 所以很多的國安戲的那種有些的能量對我們來講 就好像會被壓掉還是什麼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會想要找到就所謂大家 比較刻板印象的俗或是雅的中的某個切入點 就是比較狂野一點 比較讓所謂的那種歌仔戲的表演能夠整個就像剛剛說的爆炸出來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種國安戲的一種一種生猛 台灣戲曲藝術節旗艦製作《五體島 孽種與魔法師》 即將於5月6號到8號在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登場 歡迎喜愛戲曲的觀眾朋友前往欣賞 在魔法世界中來一場超現實的奇遇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祝福不是單身的一場 我來講的好看 在《五體島 孽種與魔法師》 我們 wa ent生存在 我們要求但還有一場